胆囊癌一般有分两种族群 一种族群是它有症状 就是不明的腹痛 体重下降 经过检查之后发现它胆囊有变后 甚至已经有明显看到肿瘤的迹象 然后来求诊 经过评估之后去做手术 确定诊断 另外一类就是在 它可能在做健检的过程 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腹部不适 在检查过程觉得有胆结石 又有这个可能胆囊发炎的情况去做手术 在手术完之后 我们把所有的身上拿下来的器官检体 都会送去做病理化验 所以在病理化验的过程中 无意中发现它有这个恶性肿瘤 所以这个反而是比较大众 在有手术的诊断到胆囊癌的患者里面 那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症状上不是那么的明确 发生率也不高 所以我们并没有办法说像其他的一些疾病 比如说胃癌我们很惯性的去做胃镜 或者是说乳癌我们惯性的去做超音波去发现这个问题 我们在查这个疾病的时候找到脂胆囊 这一样的疾病 这是虚弱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脂胆囊本身它就是说胆囊有一些慢性的发炎 慢性发炎之后呢 它造成一些发炎物的成绩 所以在影像上我们会看到这个胆囊里面 有一些钙化的东西跑出来 那这个也是跟胆管癌类似的问题 怎么样的人会容易发生胆管癌 怎么样的人容易发生胆囊癌 现在的发现就是说长期处在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 就可能会导致这个癌症发生的风险增加 那胆囊癌比较特殊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到磁状胆囊 它就是可能胆囊癌的一个危险因子 另外呢在胆囊里面有息肉 在超音波上看到息肉如果超过一公分以上 这个也是胆囊癌的危险因子之一 那第三个就是有些人他是先天上有些疑管跟胆管的不全 这个也是可能胆囊癌的风险 但是这些的前提都在于说胆囊癌本身 他是发生率很低很罕见的癌症 但是在这个罕见的这些病人里面 我们去发现到这些患者有这些因素的比例比较高 所以这些是比较常见可能导致胆囊癌的因素 他们一定会做到我们这里的病人 我感觉到这些病人他都在这些疑问 还可以做到我们这里的病人 是在这些痒疑老人 我感觉到这些病人他都没用 我感觉到我们想想让你能缺举一般 我感觉到那些痒疑是 我感觉到你多专家这些病人 我感觉到你的痒疑 这些 ост疑病人 感谢观看